大家好 下面是我们加尔系列课程第19讲算术运算符的第二个作业讲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作业的这个题面 是让我们定义一个五位的一个整数对吧 然后求各个位上的数的和 也就是说各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相加的一个数求出来 OK好我们来完成一下 我们在homework里面我们新建一个叫homework2 对吧第二个好我们把名字呢 复制一下然后用id plus打开 public class名字对吧 对好然后呢定一个主方法 voidman stream args ok然后这个道作业呢我们是这个 简单的先注释一下吧 OK 然后我们注释呢我们是从这个啊 我们把PPT里面把这个数 把这个啊复制出来 OK我们放在这 好定义一个数这里我们就不使用这个输入了啊 直接定义一个整数对吧 int比如说叫number 等于12345啊这样比较好算啊 ok定一个number1235 那么这个1235呢我们现在先要求各位对吧 对求各位数啊 那这个呢我们分别定义呃各十百千万 这个各个位数的一个变量 对OK好比如说现在我现在求各位是吧 嗯各位数应该是啊我定义的啊比如说就叫 呃这个变量名就叫各位吧 各位好吧 是吧OK哎就叫各位等于 哎这个W呢我们用大写吧 哦这样 各位应该怎么求啊 是我们学到了算术运算符 number怎么样 嗯是不是可以用取磨呀 磨一个十 哦是吧 磨十是不是求余数啊对对对对对吧 对求余数对十求余的话是不是5啊 5对吧对对对就是5 哎这算出来就是5了嗯好各位数我们就算出来了对吧对哎各位算出来好再算这个 十位十位十位数呢 十位数呢我们应该 number怎么样呢 磨以磨 比如说磨以这个 100100 100的时候再怎么样 除以10 再除10是吧对 再除10是多少 14是4了哎这样去除4 磨100就等于多少 是45是吧45再除10就是4 这边因为这边取整是吧 嗯取整刚好就等于4了 OK好 然后再印的这个 十位就百位是吧对 百位 等于百位就是啊相同的原理磨以 磨以一千一千对吧 然后除以呢 一百一百是吧 除以一百啊磨一千就等于 三百三百四五啊对对吧 三百四五再对一百 求余是吧求取整是吧对 取整是不是等于3 3就等于3 OK好 然后再求这个百位千位千 千位是吧对千位 然后number磨以多少 一万一万一千一万是吧 除以除以一千多少一千是吧 嗯就一千哎就等于2了是吧 对2就数了 OK就最后一个万位是吧 万位是吧 万位是吧 number取磨多少哎不用取磨了 直接除以1万除以1万就可以了是吧 对直接我们是对1万求整是吧 对1万取整 这不各式百千位都求出来了 对 然后最后呢我们是来一个结果是吧 是结果 re re out out 等于 各位 加上十位数 再加上百位是吧 对 再加上千位 再加上万位万位 OK 好 啊我们这里空格一下啊 就这样看更清楚一些 这空格是无所谓的啊 是可以的 这样可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然后最后呢我们就 是不是输出这个结果啊 输出结果 然后就说 结果是 对吧 叫做result result 对吧 就可以了 编译一下 OK 15 对吧 对 5 10 15 对 对吧 5 10 15 是没有问题的 OK 这就是求一个五位数整数 各个位上的一个核 这样一个结果 OK 好 那我们这条作业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